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 纵使我们都市化发展这么快速 有八成的人口居住在都市 但是呢 每两个人大概就有一辆机车 其实这机车排出来的废气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有多大 因为这悬浮维力浓度相当的惊人 有一时表示 这是都市最大的污染源 所以呢 如果你是骑单车来代步的话 就有一位民众骑了十多年了 结果他的肺出现了纤维化的一个情况 那么有人建议了 是不是政府应该拿出一个魄力 尽快实现一个低碳交通的城市愿景